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我们42集的《神神秘秘》 这个节目我们今集的节目 刚上一集已经说了 我们的题目是过程和结果 我想问一下东东 你现在人生里面有什么 你是欣赏你自己的结果 有什么欣赏我自己的结果 突然想没有准备之下问我这些东西 我欣赏我 突然想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儿子 我和爸爸妈妈的感情很好 我和妹妹的感情很好 互相好好沟通 虽然我们有时沟通会火爆些 会扮门 会拍桌 但是我和她之间的感情 我觉得是上天给我一个最大的礼物 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 我又很自由做到很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好 包括我有自由去学我想学的东西 做我想做的东西 是有这种感觉很棒 有自由去 还有我觉得另一个很大的结果就是 在这个新世代的路途上 我是走得很开心 好的 好 好了 那到时至今时今日你有些什么 你不喜欢的结果 我不喜欢的结果 有的 嗯 嗯 暂时 那个银行没有很多个零 好的 嗯 嗯 嗯 我不可以很自豪地穿着比堅尼到处走 哈哈哈 你可以的 不行 我接受不了我的肥肉 哈哈 还有 曾经有一段失败的感情 但我不算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好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成长了很多 学了很多 嗯 嗯 有没有失败的结果 你不喜欢的结果 或者是 不喜欢的结果 嗯 一半一半 就是我不是很懂得加入这个系统 我觉得一半是失败 你说这个世界的系统 是的 或者我在我的专业里面的系统 好的 但这一样东西 我一半会觉得是好像失败的结果 你不可以加入营养师的系统 嗯 是的 因为其实 太承识了 我会觉得在我的那个专业里面 但我又不是那些 可以加入这个系统 就是 就是我经常觉得很多规条之下 我没有我的那种自由度 一样东西是最痛苦的 我又很有兴趣问 和今天的题目很有关 是的 如果你不加入这个系统 你有什么后果呢 有 有后果就是 譬如我身边的好朋友 有很多很棒的工作 他就要找一个注册的营养师 好 偏偏我这个营养师就不肯去注册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执着 譬如 就是注册你要玩那个游戏 很多东西 因为其实很有趣 在香港是完全没有注册制度的 而我是一个在香港受训的营养师 医管局承认的营养师 是 我基本上 我在香港執业 是没有人会说我不够资格的 但是偏偏 现在所有的传媒 所有的电视 找到的只是找注册营养师 因为他们认为注册营养师 才是合资格营养师 所以说注册就是外国的注册 你拿去英国注册营养师 你的目的是 你要去英国练习 我都不打算去英国练习 虽然我扔一些文件过去 我就可以做 很生气 所以我扔一些文件过去 我是一个英国注册营养师 很多好朋友都劝我 文件而已 为什么不去做 但是很有趣 理智上就说 是的 我也觉得是的 没理由阻止自己找饭吃 但是每当我要去行动的时候 我是果足不前的 而这件事 我拖了百年 哇 OK 直至到最近 因为我都在做一些学会性的事 有时为免将这个尴尬的情况 抛给学会 我会回避 例如明明有些公开的 例如我和医学会搞广告 我本来是打算去教的 但是就饿于 喂 Angela 你没有注册 你没有注册 不要这么尴尬 免得被人问 不如我们叫其他同事去做 或者很多公开的活动或者工作 就是因为我不肯去做注册 所以他们会宁愿给其他同事做 对于这些结果你有什么感觉 我也挺无奈 但是我又有时不去注册 你仍然忠于你自己的 是的 是的 但是我又觉得我不排除有一刻 好啊 我喜欢注册 因为我想做的事 也不一定 最近就是徘徊在这个中间 好 因为很有趣 今天我去准备这个题 过程和结果的时候 我都做 刚才我问Angela所有的功夫 因为我在看这个节目的人 你也可以开始想想 你的人生里有什么 你喜欢的结果 你觉得你满意 又或者有什么 你现在是不满意于自己的结果 但是呢 我觉得很有趣的 我们生活 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 或者我们在现在的文化生活 很多价值观是很扭曲的 我们生活在一种结果论里面 是的 阿猫说你赚不到钱就是没用 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 都会用结果去看 我发觉 我嫁受朋友给你认识 说完名字之后 他是谁跟谁跟谁 他是哪间公司的什么职位 他赚很多钱 他住哪区 在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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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哪区 在哪区 在哪区 我们会认识 用这个结果 去准化人的价值 所以我们活着 在结果论里面 结果论呢 某程度上會給予你安全感 存在價值 但很有趣的是在生命上去看 原來你是不能帶走任何結果的 好的 即是我有個什麼銜頭也好 在我死亡時我永遠都不能帶走 你不能帶走你的事業 你不能帶走你的名銜 我不能帶走我的隔離保堅尼 你不能帶走你的車 你的樓 甚至乎你有很多朋友 你都不能帶走 你的親人你都不能帶走 絕對是 你帶走的就是你和你自己 我經常跟很多同學說 一個人去到人生的最後一秒 最後那個時刻 你只需要對一個人交代 就是自己 但我們這一生人在做甚麼呢 是做一些很扭曲的事 為那個結果 或者為其他人 而不是對自己這個人有一個交代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可能拆開你一點點 我覺得我拿我的大學畢業證書 雖然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但我告訴你這個過程絕對扭曲了我自己的人生 怎樣扭曲了 我是一個很喜歡學習很喜歡求知識的人 但我很討厭考試 我覺得那種考試是完全扭曲了那些學習高尚的情操 但我亦都因為我知道 我不取得大學畢業 我的競爭力會有問題 所以我就為了有社會認同的競爭力 所以我逼自己很努力讀書 而這件事絕對是違反了我自己個人的意向 我想這件事我比較幸福 我因為家裡的問題 我中學畢業後就沒有想過要讀書 好的 因為那時候實在負擔不起 但我後來又有大學畢業 後來事後再供自己讀書 但我想我很小時候 我竟然跟我自己說 我人生的任何一件事我都不會忽略的 好的 包括我絕學 我從五年絕學 即未考 其實我可以讀的 但我便出去工作 即你讀到中午就沒有再讀了 即會考完就不讀了 會考完我就不讀了 我就沒有去再讀書 我覺得是絕學的 因為其實 講一些背景 小時候家裡的環境 很小時候家裡的環境 還可以的 我一直在心裡想著 我很嚮往在外國讀書的生活 我也是 很嚮往外國校園生活 但是到了中學時期 家裡一直中落 最後我爸爸破產 然後也離開了 我媽媽就收拾了家裡 所以是辛苦的 辛苦所以我就 中學畢業後就工作了 但是這個夢想 一直都會在裡面 是一個洞 所以 另外一件我講的就是 我想說的是 我很小時候已經覺得 我要沒有記憶 即是沒有後悔 沒有後悔 然後我就工作了一段長時間 做了差不多十幾年 我以前在地鐵做的 我記得拿到十年的金牌獎 其實地鐵十年不是很長的 你眨眼很快就過了 然後 第十一年 我記得我在外面的訓練中 我在裡面幫忙 我記得你說過 然後那個導師在台上說 就是你的人生 到了最後那一刻 你現在知道你的人生 那件事你沒有做 你是會忍耐的 你就很快點做了 你不會永遠有明天的 然後我在下面那邊 一邊聽一邊聽 我就開始問我自己 有些什麼我不做 我會忍耐的 就是 進去校園讀書 去外國的校園讀書 是嗎 去看外國校園的生活 去留學的生活 我說這件事 一直在我裡面 撩住我的東西 然後我很偽然就劈辭職信 我記得 那時候就認識你 然後 全世界都以為我瘋了 因為身高良準 叫做一個大機構 在裡面做 基本上你不會餓死 生活有保障 又可以提供我很多福利 但是我也覺得 我要填這個洞 填補這個洞 我就去完成了我的學業 但是我回看這件事 我完全沒有反應 其實我知道你去外國讀書 你從中 你還有面對很大的家庭問題 是因為我媽媽那時候身體不是十分好的 行動不是那麼方便 但是那時候是你獨力照顧媽媽的嗎 我照顧她也不是獨力 我弟弟通常不是跟我們住 但是也是要照顧 媽媽需要照顧 我是要處理很多心理關口 當時我也很感謝我媽媽 我其實很大勇氣跟她說 我媽媽如果我去外國讀書 那怎麼辦呢 我媽媽停了幾秒望著我 她說 讀吧 讀到也是你的 我覺得這句說話給我很大的鼓勵 那我就開始去申請了 在我國那幾年的生活 其實讀大學不一定要外國讀的 說真的 很多人都覺得 但是那幾年的生活 帶給我的經歷 那種在我人生的那段片段 也是很精彩的片段 所以 怎樣說呢 當你經歷了一番上 你看回頭的話 真的跟結果沒有什麼關係 是的 我很體驗到你這句說話 在過程中 你已經吃了甜味的果實 真正的果實是過程 是的 我經常都會跟她說 我的語言叫做經驗值 你是不斷提高你的經驗值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在結果的時候 那時候 糾定了所有以前美好的事 帶來很多恐懼 帶來很多無奈 帶來很多不斷給你的生活 這些事情 甚至可以說 有些人執著於婚姻的結果 是的 而不是在過程 我剛剛想起就是 有些人離婚 離完婚 離婚之後 他會將以前 和這個深愛的人 那段時間 所有發生的事 是否定了 但是 譬如像我自己這樣 我也經歷過一段很長的感情 而這段感情是十幾年 十六七年的感情 好了 終於這段感情終結了 但是 是否因為 我和這個人分開 我就要否定 那十七年的事情 他對我的好呢 或者 我是否要否定我以前 愛錯這個人呢 我覺得如果我活在這種感覺 是很痛苦的 因為生命如果 倒退回去那段時間 你依然會選擇這個人 是的 但是我想說另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 所謂的結果 就是不完結一段感情 或者不完結一段 婚姻和關係之類 因為那是一個結果 但是有時候可能 你不完結 你抱著這個結果 你不去完結 但是可能你的感情 在裡面生活得更加淒涼 你每一天是困獸鬥在裡面 在那裡鬥 或者每一天都在折磨你自己 或者你身邊的人 我經常都 在親子關係裡面 說的話 說真的 一對夫妻 如果感情不好 你的嬰兒 你怎樣扮演呢 他都收到的 那小朋友是一些 我們有時候 我經常到幼兒教育 他說小朋友 根本就是一個 感覺器官 他整個人都有感覺器官 他甚麼都感覺到 而且磁場是鬆滿住 整個屋子的大氣之間 是的 你怎樣假裝都做不到出來 對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開心的小朋友 你一定要一個開心的媽媽 一個開心的家庭 你才會認真開心 所以回到剛才那裡 回到生命 到最後一個時刻 你唯一剩下的就是過程 是的 我很同意 極致同意 以及你的體驗 但是很多人很荒謬地 因為他一生都是為結果而做事 嗯 你的喜怒哀樂 恩怨承受 都是基於結果 這個是幾可惜的一件事 我想現在這一刻 或者大部份你的痛苦 會來自一些結果的 anchor 我突然想到 那些觀眾 會否突然陷入一個 反思的狀態 我希望我們這麼多集錄的東西 都會幫到你陷入一個 反思的狀態 是的 因為當我們有去想的時候 我們的成長 我們的學習都在 近期有一句話 整個腦裏面出現 擁有 經歷擁有 和經歷不擁有 都是一個經歷 是的 我很明白你這句話 或者你經歷你有錢 和經歷你的錢沒有 都是一種經歷 或者你經歷有一段關係發生 和一段關係慢慢退休 都是一種經歷 都是一種經歷 而其實這一種經歷 正正在經歷裏面 是我們要學習的東西 是的 又或者我有時教書都會說 人生的順逆是不斷交替的 就像軟件一樣 你不會永遠在順境 不過你也不會永遠在逆境 但是呢 順變逆 是有很多東西學的 是的 逆變順也有很多東西學的 我們以前是經常聽許醫生講書 許醫生 當時你沒有空做翻譯 我就做翻譯 我很記得許醫生說的 就是我們喜怒哀樂 在人生裏面是一個順逆 就是一定是包含了一段關係 或者過程一定包含了喜怒哀樂 就是剛才你說的順動和盈 是的 而這個過程 但是有些人很有趣的 有些人只是執著我要順境 就是執著於要起 要快樂 但是你那種愛不開心的東西 其實是包含在一起讓我們學習的 是的 你愛過 學過 恨過 你的人生就變得精彩 你說到這個喜怒哀樂 它不單是一個套餐 還有一個優惠 優惠 優惠 因為只是人才會有這種優惠 才會有這種優惠 因為我們有劇情 很少可說 一隻貓今天我的心情不好 我看到你的樣子我不喜歡 我不吃東西 現在那些貓好像進化了 動物是活在當下的 只是人才會有這種恩怨情仇 我很小時候 有一位叔叔跟我說了一句話 我很感謝他 這句話不斷在我腦裏當養著 我經常會跟學生分享 他說 小女兒 我告訴你 人生真的會經歷苦苦的 真的會有苦苦的時間 即是要經歷痛苦的時間 你要記住 每一次當你苦苦的時候 你要跟你自己說 我不要白白地苦苦 我要令到我這個苦苦 我這個不開心是有價值的 學習什麼 你是什麼叔叔 我很感謝這位叔叔 我不知道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不是很大的感覺 但我知道是一些至理名言 但當你人生一定要經歷的時候 你再回覆這句話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大的智慧在裡面 你說一個叔叔 我經常想起我以前一個中文老師 他很悶 很悶 很悶 很多中文老師都很悶 我是要集中精神 你知道我一向都是乖學生 我真的要很努力 很集中精神 才可以聽到 我很乖 我讀小學的時候 當時都不偷吃 乖到不得了的人 不過 大學畢業之後才會 因為學了很多東西 才懂得怎樣做我自己 那位老師經常都說 你留心聽書 你聽不明白 不要緊 你聽了 將來我說的東西 你們有用 我突然想起這位老師 他也說了很多東西給我們聽 好 所以當你明白 生命並不是在過程中的過程中 生命剩下的就是每一分每一秒的體驗 甚至乎我經常跟同學分享 許真經常都說 你很成功地創造了一個失敗的經歷 有時失敗比成功更成功 如果用生命來經歷的出發點 我經常都說 在你的人生中 你最進步 最成長 最難得最大前的一步 是在順境還是逆境發生的 在經歷失敗後 那一步是最大的 通常都會在逆境之後發生 是 在你的信境的時候 你不會想太多人生的課題 是 你已經 你已經 鬆無鬆逆 所以每一個逆境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 這是對生命的一種信念 就是當你在逆境的時候 生命永遠會為你預備一道門 在逆境中 其實只不過是在課程中 遇到一些你要學習的課題 我經常都說 人生是沒有問題 我們只是有課題 如果有人告訴你 我不想學習 可以不可以 你又會怎樣去 做一個老師 你又會怎樣去演繹呢 這個比較深一點 首先就是信念上造實相 你想不想也好 這個課題是你自己叫回來的 是你一早已經定下來的 你自己一手創造出來的 好 好 你可以今次閃了它 不過 基本上 你一定會在其他環境 創造相同的局面 然後你就會再面對一件事 你再不學的話 其實你要看很多身心靈的書 那些課題是會不斷敲門的 不斷敲門 直到你學習了 然後它才消失 好 甚至乎更加獨 我經常都跟學生說 你這一輩子不學不要緊 下輩子呢 第二輩子回來再學 因為你要明白 靈魂來到人間的 其中一個最大的東西 就是來體驗 和你學習 是 這個是永恆 不是永恆不變的目的 是很主要的目的 所以有時我們會在頭腦層面說 不想經歷那些課題 又或者 另一句很毒的說話 就是我們經常都在 我們的討論 在佛家裏面有一句說話 就是唯一的出路 就是通過 就是通過 有時有些事情 就是閃閃閃閃 可能閃了一輩子也好 你發覺那件事 一直是揮之不去 直到你面對它 你真的去面對它的時候 它才有可能消失 它才會消失 就算我之前那幾集 我都分享過 有一次我不開心 我真的進入那個傷心裏面 很奇怪 這是我很深刻的體驗 就是那個傷心突然間瓦解了 不然我花很多能力 不然我用很多能力去避免 我不看那件事 就像一個傷口 永遠在隱隱作痛 有像上次說的過例 真的要拿開它 你真的要揭開這個傷口 你擠了那些籠出來 那個過程是很痛的 或者是你要很大的勇氣 但是你才開始進入這個療癒的狀態 你才叫它有機會去好 不然它會一直隱隱作痛 隱隱作痛 隱隱作痛 下半節我們再繼續這個題目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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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看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好 回到我們下半集的神神秘秘 剛才我們討論得很精彩 是的 但其實在中間你曾經說過兩句說話 我印象很深刻 但可能觀眾會想再聽一次 或者再意識多一次 就是許醫生說的兩句說話 好的 一句是許醫生說 一句是我說的 我們很多時候會很成功創造了一個失敗經歷給我們自己 尤其是在你人生不開心的時候 又或者你覺得自己很失敗的時候 我覺得這句說話是很有力量的 是很有力量的 很多時候我們在失敗中 會覺得自己很無力感 很重 但你要明白 我們只不過在一個創造的過程中 我很成功創造了一個失敗經歷給我自己 然後就可以移動到下一刻 好 這是一個金句 金句 另一句就是 很多時候失敗比成功更成功 這也是許醫生說的 是的 我聽過許醫生說 失敗比成功更成功 因為靈魂尼 其中一個最大的目的就是來體驗和學習 所以我們人生越成長越突破 或者越向前走 越學習得多的時候 通常都是我們的逆境 是的 可能我們經歷失敗的時候 我們跨過一步 剛才我們說過跨過一步可能是最大的 所以甚麼叫失敗 甚麼叫成功 只是一個類型 即是不要沉迷在結果裏面 是的 不需要太執著人家的價值觀裏面 還有生命是每一個當下創造的過程 我們將每一個當下都看成成功 例如今天我們錄影了這一集 大家都錄得很開心 很開心 待會我們去吃碗麵 可以吃到很開心 那碗麵我便創造了很開心 因為你明明那碗麵就是 因為我現在有個念頭 所以我去下面吃碗麵 然後我去那間店裡 又吃了碗麵 是否一個很成功的經歷 是的 大家都經歷一些很開心的事情 滿足我們的口頭 或者下午你想做甚麼事的時候 總之你令你的生活每一天都去數 你創造出來的東西都是一種成功 好的 其實如果我們說開心 或者是甚麼補充 我每一刻都去累積我的成功經驗 其實到頭來我們的結果便自然成功 其實每一個時刻就是一個結果 即是說結果也不是那麼重要 每一個時刻就是一個結果 每一個時刻都有一個結果 每一個時刻都有一個結果 即是每一個時刻你都接受這個結果 因為很好笑的 我想說有些人是不接受那個結果 而一直圍著那個結果去不接受 例如呢 例如是我破產 或者我被人騙了一大筆錢 我不知道你會否認識 那些人是一件事說了十多二十年 我會避開他 即是不斷去在那件事裏 又或者有些人會說 如果不是甚麼我就不會甚麼 這些是最不負責任 而令到最無力感的說話 其實他沒有接受到這個結果 嗯 他一直不承認那個是我創造的結果 如果他不背叛我便不用這麼淒涼 又或是說這個不負責任 他一直不願意承認這個 這是他有份創造的結果 一直在那件事裏一直在拉 即是以連計 甚至是以連計 而他不去承認那個結果 因為真的有時我們不是每次都做最聰明的決定 但有時我會覺得我們已經在我們當時的環境 做了一些我們認為最好的決定 我們也會做一些蠢的決定 即是譬如我經常都 我創造了一批市 那你批市我創造的那怎麼辦 我創造一窩粥 都是我去創造出來的 那又如何 因為當你去承認的時候 你才有力量 去扭轉那個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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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命繼續向前去學到下一部分 其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 經歷了一些不開心的事 然後他從中我跟他聊天 打字 他經常都會說 為何天要這樣玩我 那一刻我跟他說 如果你把這些所有責任 歸咎於天怎樣玩你 你就是沒有力量 蘇仔他就不用對這件事負責 但他也不是一個有力的人 我就說你根本就沒有力量去 我說你這一刻已經沒有力量 如果是天要玩你 那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又會覺得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經歷一些很難面對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要學一些東西 然後我的好朋友跟我說 我不想學 那我就說 好 那你告訴我我怎樣做 你會最舒服 就像小的女兒一樣 小的女兒一樣 小的女兒一樣 你可以繼續女兒下去 不過人生是你自己的 但是我又覺得 每一個人 他們 我又不用這麼殘忍 不用這麼說話 如果你是一個媽媽的話 我想告訴你 有時真的她的課題 你要容許她去經歷 嗯 你要明白她要她經歷的過程 那我當然明白 有時可能我們的角色只是陪伴 不過有時當事人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對著我 都還說這麼殘忍的說話 陪伴 有時可能你說的 他聽到 有時他聽不到 但是 都要她自己去走出來 你說是不是殘忍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做這麼多討論 有時有些人 太過在問題裏面的時候 他不可以出來看的時候 那你就陪伴 其實當我 我回顧當年 當我面對一些很大的打擊的時候 其實身邊的朋友 有時跟我說一些說話 我心想 為什麼你這樣跟我說話 為什麼你不體諒我 為什麼陳小珠你這樣說話 其實是說我 還有我的好妹妹也是這樣 但是 其實當你跨越過這件事之後 只有一些很愛你的人 他才會在你這麼淒涼的時候 這麼忍心去說這些說話 是不是這樣說 那時候他真的說了什麼都聽不到 但是 我覺得我們的角色就是陪伴 容許他 他真的在這件事上 在這件事上 你在說我 在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 什麼都聽不到 而且你開始不斷發我 和祝福給他 如果他聽不到的話 其實我們說回今天的題目 我覺得這一個 正正我們經常說的過程 其實不僅僅你 我身邊有些朋友 他比你更深 他一直在一些 題目中 一些狀況 或自己的執著中 是一輩子 我有些朋友甚至是這樣 但是 沒有辦法 我會這樣說 就是祝福他 但是 或者 我仍然會說回我的話給他聽 對 你要明白他有他的劇本 對 也有他自己計劃 學習的課題 是的 有時候可能 如果我說的話不適合他 他會說 我不想和你見面 但是 唉 我也會仍然 忠於我身心靈 這條路 但是 我也會強調 這是一個過程 沒錯 結果是甚麼呢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你這個過程裏 我們珍惜在我們每一刻 當下經歷的事情 你去學習那件事 我覺得有些人很有趣 他一生中 在奮鬥中 他都不願意進入過程 不願意進入過程 他不斷看著結果做事 他不斷不享受過程 不斷追求結果 結果是怎樣 結果是怎樣 可能不開心 不開心之後 他又創造到結果 他又開心 然後又創造不到結果 他又不開心 好了 奮鬥了一輩子之後 他發現他創造出來的事 不是他要的事 很痛苦 真的有很多人 是這樣過去的人生 也許很多人 捱了很久 不停捱 就為了我將來怎樣怎樣 我將來怎樣怎樣 他那一刻真的不是活在當下 他活在將來 所以真的 希望大家可以去反省一下 你可不可以學習一下 去感受一下 即使現在人生的事情 是不如意的 去感受這件事 去欣賞這件事 我要學的是甚麼 嗯 因為 很難以一個人 我覺得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對一些人來說很難 其實看了這麼多身心靈的書 其實最近我發覺 人生真的經歷了一些大跌 你才會醒悟 這個信念很嚴重 這是我經歷而已 我沒想過將來 可能是我以前的信念 但我會看到 每當我現在面對一些問題 我現在正在學習的事情 就是回到自己身上 然後問自己 要學甚麼呢 要學甚麼呢 我要面對這些 那麼棘手的事情 究竟我要學甚麼呢 其實我會覺得 用這種態度去處事的時候 你不會跌到痛苦的心軟裏 學完就離開 對吧 還有 你會拿回裝 因為是我要學的東西 力量在你自己身上 你不是處於一個受害的狀態 或者我是一個無力的狀態 對 為何他要這樣對我 為何我這麼慘 而是在這個過程 我要學些甚麼 是的 所以 其實 去結束的話 過程就是人生的本質 生命的本質就是那個過程 你是由一直累積累積累積 這些過程 而這就是你的人生 OK 就好像那些漏斗一樣 一邊沙一邊堆上去 你有很多經歷 人事物 恩怨情仇之類 然後那一杯沙 就是你的人生 就形成了一件事 是你的人生 而這件事 就在我們走的時候 帶走的 是的 而呢 最正的結果就是甚麼呢 最正的結果就是 這個過程你是快樂的 恩 明白 去享受這個過程 而這個過程是 給你快樂和喜悅的話 即是當中 可能我們都會經歷一些相同 但是 怎樣說呢 即是很簡單 你看看你的前半身的這杯 嗯 你是開心的 你是無悔的 而且是無悔的 你是開心的 你是很甜的 裡面的那種味道 嗯 無論裡面發生甚麼事 那些結果 都可以很兇容地去面對 很豁達地去面對 但是如果你把那些結果放大 用我望遠鏡 不是望遠鏡 那個叫甚麼 放大鏡 放大鏡這樣 刮住結果來看的話 很劫的 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明白 是有些不愉快的 一些傷害 你不斷地去用放大 來講 它不適合任何意思 完全不會創造甚麼價值給你 但是你每一日的人生 都創造一些價值給你自己 或者你這個世界 或者所有的人 之類 那你都是高價值的話 那個過程是很愉快的 同意 是的 所以我突然想起 就是 我們說愛 有時大家都會想 有對小情侶 如果你們相處的時候 一起很開心 無論將來的結果是怎樣 你享受這個過程就可以了 是的 即是 回到上一集 很多時候 我和這個人 會擁有他多久 多長 多長 有多重要 在身邊這一刻 大家 大家有這份愛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曾經有人比喻過 就是和你相愛的人 就是在你這條路 大家一起走一條路 你共同去學習一些東西 那你學完了 那就分到楊彪各自去學自己的東西 不單是愛情的 你可以感謝這一刻 在你人生來到所有的人 包括你不喜歡那個老闆 是 又或者有些同事 有些是跟你很親密 或者有些是跟你很挑戰的關係 這些人 在生命的這刻 和你的相交 令你創造你的體驗 是的 都是帶著一份感謝 去看他們的話 是一件好借 我經常都說 這本書叫小靈魂與太陽 我還未看 小靈魂與太陽 我知道有這本書 很薄的一本書 靜靜地 我坐一間餐廳 一早就看完 但是 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話 是很感動的一本書 非常感動的一本書 小靈魂與太陽 它說到 在靈魂層面的約定 所有你覺得 在這一生中 傷害你的人 或者帶給你很大課題的人 某程度 去到靈魂層面 去到某一個層面 是一個好心的一份愛 我曾經和一個朋友 他曾經很不開心 我跟他說 其實令你不開心的人 可能是 我要經歷這件事 你在靈魂層面那裏 他說 好 我做壞人 這次 就是為了我們去經歷一些 我們要經歷的事 要合作的事 如果面對我的個案 做諮詢的人 他會說他的事件給我聽 例如感情關係 或者家裡的事 如果一個諮詢師 可以這樣去看 他這個劇本 是一個大家靈魂之間的約定 的話 其實 我覺得這樣 治療性是很大的 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首先就是 你不會在他的劇情中 你亦不會執著於他的結果 你真的會去看到 這些人事物背後 一個很美的 愛的 美的 很美的 一些事 在這些劇情背後 一個很美的計劃 在那裏 在那裏 話雖說回頭 其實當大家 面對了一些 逆境之後 我覺得 站起來 看回去 和你一起 在演戲的那個人 很感謝他 所以 就算在你的人生裏 有些人 多不開心也好 你可以去看看 背後一個很美的 是什麼 到底這個人 來到你的人生裏 帶來一個什麼 的課題 或者帶一個什麼的訊息給你 即使我們不單止要 多謝 來到我們身邊 帶很多快樂給我們的人 甚至乎我們也要 要多謝 很多 來到我們身邊 而帶很多痛苦給我們的人 可能那個人 他更加抵想 我們會做到更多事情 是啊 這一集是 過程和結果 所以 我們最初的時候 去想一下大家有些什麼 你欣賞的結果和不欣賞的結果 你可以回到你最初的項目 裡面 去想回 你剛才不喜歡的那些 結果 做完這一集節目 你自己有什麼感覺 真的比較容易 是嗎 對於 對於 所謂你不喜歡的事情 還有我會看就是 當你發覺 你沒有這麼執著結果的時候 你又覺得 我這樣做不做都沒有什麼所謂 我想回到你那個執業那裡 怎樣 行不行 很有趣的 我經常都說 你選擇A和B 我講回上一集的事情 東東其實上一次 他完整節目之後 他問了我一件事 他說 是不是 我喜歡多少個人都可以 是呀 剛才我們在說 你說 我可以喜歡A 喜歡B 喜歡C 我可以有 愛和背叛 一、二、三、四、五個兄弟姊妹 都沒有問題 我可以有一、二、三、四、五個 六個兒子都沒有問題 但是 為什麼我 我是否言下之 我可以有一、二、三個男朋友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當然我們有一些道德標準 以及基於愛的尊重裏面 你要記得你有選擇 對方都有選擇 你可先去玩這個遊戲 當然現在在這個道德制度裏面 我們要去遵守規則 或者是否不要說道德 每一個社會都有每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 是的 你玩這個遊戲和你不玩這個遊戲 你都要付代價 我去遵守這些遊戲規則 玩這個遊戲就是你要留在兩個人的關係 你要付一些代價 你不玩這個遊戲 我去留在一個很自由的關係 你都會可能去面對 你這個選擇的代價 OK 回到今集的題目裡面 你對於 譬如你去考這個執業 考這個註冊 你對於選擇去考這個註冊 你有一段的經歷 是 可能你覺得我背叛了自己的宗旨 又或者是 你會對自己 是否我給了一些東西 又或者諸如此類 但是 你選擇不去考這個註冊 然後做你自己 你也會有你的影響 當然有 都是兩種經歷 無論你選擇A 或者選B 都只不過是一種經歷 是的 而最重要是 首先 我對我的這一種經歷負責 好 即我不會去賴 我選擇這個套件 所以我就要享受這個套件 我也願意去承受我要面對的結果 可以這樣說 理論 即是理想上 就是你願意承受這個結果 如果你不承受 那時你就要看回 是你創造這件事 然後 我對我的 這個影響負責 然後我就很自由 你永遠都可以解回另一邊 你永遠 你永遠有選擇 所以其實根本就是 我們不需要執著於我們要去哪裏 當一刻我們想做的事 佛家很多時候的煩惱 她說的煩惱來自於我執著 嗯 很多的煩惱來自於你的執著 你一定要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就不算是 好的 或者我一定希望我的人生要去到這個位 如果不是去到這個位就不是 或者我要的事情是這樣發生 如果不是這樣發生就不是 很多的煩惱來自於我執著 嗯 其實你剛才問我 對於註冊那裏 剛才我不是說得很厲害 是的 哈哈 好了 我們都談了整個小時 是的 其實你剛才再問我之後 我很想很隨意地回答你一句 註冊是否註冊是否註冊是否 無所謂 我會這樣看 是的 好的 主要拆收便宜 哈哈 什麼 就算你拆也好 都要收我便宜 哈哈 我從來都不收你錢 哈哈 其實有時就是 當你很執著於你去做一件事 和不去做一件事 其實已經是一個執著 是的 你有立場 當你有任何立場 你就創造了界限 嗯 當你一定要怎樣 那些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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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限制 就同時出現 嗯 因為你已經設限了 設定了限制 就是我不要過對面 好的 這個也是 很多 假而時 看看我有沒有註冊 是的 你可以去 假而時 告訴其他觀眾 其實剛才你說到界限 那裡 也有一句說話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我也經常跟我的學生說 就是 天地無限 滑地自限 這句說話 我也很深刻 所以沒事 你剛才看到的時候 當我很執著於這一刻 我要怎樣做的時候 其實你真是 已經畫了一個圈 去限制自己 是的 靈魂的本質就是自由 你的本質也是自由 嗯 千萬不要忘記 很多人把口說 死他自己 我就是這樣 是的 我就是這樣 我不可以這樣 或者我一定要怎樣 我不做這些事情 那個不是我 嗯 嗯嗯嗯 這些說話 就已經是 講死了你自己 我也說 有些人說 我是這樣 我就會跟他說 我會駁他嘴 是嗎 你是這樣的嗎 我覺得一定不是 因為我知道你出生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不過你後來就決定了 你是這樣的 OK OK 我們希望這一集 這個題目 帶到一些價值給你 我們下一集回來 我們會繼續其他的題目 多謝收看 請問一下 我們會否跟我們 我們會兒子 PK 兩位 都很會 在電話上 有關 是 我們有一個 這件事